白玉兰奖变分猪肉 雷家英张若云遗憾陪跑 严妮中实现大满贯 第26届白玉兰奖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一次的获奖名单和之前的一些不太一样 没有一部电视剧能包揽几个奖项 这一次的奖项非常的分散 严妮在激烈的角逐当中拖映而出 成功地成为了侍候 也成为了第五位获得大满贯的女星 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当中 事后的称号是历届以来 竞争最激烈的一次 而严妮凭借精彩的表现 成功地拿下了事后的称号 也成为了既蒋文利 孙丽等人又一个大满贯的获得者 而世帝这个称号 陈宝国是拿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庆余年这部电视剧 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热议 但是就演技来说 张若云还是差太远 男女配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谁都没有想到 田宇能从陈道明的手中 夺下这个男配的奖杯 女配的入围名单当中 竞争并不算太激烈 桃红也凭借自己精彩的演出 成功地获得了这个称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